望远镜找寻敌军位置 锁定目标后 FH-70榴弹炮准备发射 象征乌克兰的太阳花 旁边就堆了一碟炮弹弹壳 在敦巴斯前线 乌克兰军用西方国家提供的武器 朝俄军开炮 士兵一边受访又传出爆炸声 欧美军援不止FH-70 还有M777榴弹炮 这些高机动性军物 全出现在战场上 另一段空拍影片 乌军炮兵摧毁俄罗斯 152毫米4手炮 爆炸瞬间惊人震颇 还烧出大火球 不过乌军现在最宝贝的西方军援 是这个 美国送来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 因为射程长 终于帮助乌克兰克福 打不到俄军补给线的问题 乌军特别做了一首曲子 歌词狂赞海马斯 每一枚火箭都打到邪恶的敌人 终于让他们发泄怒火 海马斯厉害归厉害 但也成了俄军投靠目标 俄罗斯国防部宣称在盾内刺客 炸毁了一组海马斯火箭 乌军拿着各国军援阻止俄罗斯继续推进 只是同一时间俄军空袭力道又加大了 哈尔科夫人口最多的住宅区变成废墟 在空拍镜头下好像一座鬼城 最近一次空袭是在星期天 公寓外墙被炸出一个大洞 有专家认为俄军针对平民轰炸越频繁 代表前线推进失利 急着想打出破口 布克兰国防部影片中 号称是在哈尔科夫被乌军逮住的俄罗斯军官 劝同袍撤退回家 讲信息前拿下卢干斯克后 俄军在乌冬就没什么进展 现在还得担心南部战线乌军反攻 俄罗斯国防部长亲自现身乌克兰 下令优先瞄准乌军长城炮弹 可能是因为俄军这边太多武器被摧毁 根据英国参谋长提供的数据 开战以来俄军已经折损5万名士兵 不只军武消耗速度快 俄罗斯人数优势恐怕也慢慢丧失 TVBS新闻综合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